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农历的新年了 也是每年最喜气大家全部团圆的日子 结家户户都会放鞭炮 大街小巷也会敲锣打鼓 互相道恭喜 那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只年寿 每年除夕夜都会到山下找食物吃 到底年寿孝山跟我们过年有什么关系呢 今天我们就来听听看吧 今天要来跟你分享的故事是由 人类文化出版 画画的是杜小尔 作者是人类文化编辑部 今天要来分享的故事就叫做 年寿来了 很久很久以前 山山里住着一只叫做年的怪兽 它全身长满了毛 嘴巴很大 牙齿尖尖的 所有的动物都很怕它 年寿平常都在睡觉 但每年的除夕夜就会醒过来 到山下的村庄里找食物吃 这个时候村民养的鸡 鸭 都会被它吃个精光 所以村民养的鸡 鸭还有牛 以及猪猪 看到年寿都好害怕哦 而且在年寿吃饱之后 它还会进到村民的屋子里 把东西弄得是乱七八糟 村民看见自己养的家庭都没了 房子也被破坏 都非常的伤心 村民没有办法赶走年寿 又很怕自己被吃掉 只好在每年除夕夜来临之前 带着行李到其他地方避难 有一年正当村民准备离开的时候 来了一个从没见过的老乞丐 有位老婆婆看到了老乞丐 就端了一碗饭给他 并对他说 年寿要来了 你快点跟我们一起逃吧 老乞丐摇摇头说 如果你能够让我在你家里住一晚 我可以帮你们把年寿赶走 老婆婆虽然不太放心 但是害怕年寿突然出现 之后答应老乞丐 就赶快离开了 天色渐渐变暗了 老乞丐赶紧在门口贴上红纸 他还找来了一些竹子 就放在老婆婆的家门口 到了晚上 年寿醒了 他大喊一声 好饿啊 就往山下走去 他从远方就看到了老婆婆家里 灯光明亮 心里想着 哼 居然有人不怕我 我现在就去吃掉你 但是年寿一走到老婆婆的家门口 就看到门上的红纸 立刻遮住眼睛 大喊着 我这眼睛好痛啊 就在这个时候 老乞丐从屋里走出来 吆火把将竹子点燃 竹子不断发出噼里啪啦的声音 年寿捂着耳朵大喊着 好可怕的声音啊 就这样 年寿被吓得逃回山里 再也不敢下山了 他还哭着逃跑呢 隔天一早 居民纷纷回到村里 他们看到所有的家畜都没事 房子也没有被破坏 觉得老乞丐是来救他们的神仙 大家都好开心 还有人抱着自己家里的猪猪在哭呢 应该说是袭击而弃 从此之后 每到除夕夜 村民就会在门口贴上红纸 并且燃烧竹子 同时准夜灯火通明 就在除夕的隔天 大家会互相道恭喜 并且敲锣打鼓 庆祝没有被年寿破坏 可以安心过年了 故事到周里结束了 在故事的最后呢 人类文化编辑群的编辑们说 年寿的故事流传到今天 贴红纸的习俗变成了贴唇帘 燃烧竹子变成了放鞭炮 整个过年期间是喜气又非常的热闹 那么好奇宝宝们 你还记得农历新年里面 大家都在做什么吗 你会不会跟亲戚朋友 跟来往拜访的家人朋友们 一起说一声新年快乐呢 当然在新年里面 我们要做什么呢 就是穿新衣了 你会不会跟着爸爸妈妈一起贴春帘呢 还有你们家的年夜饭通常喜欢吃什么 好奇宝宝你有没有不喜欢吃的东西呢 可以跟月月姐姐分享哦 不过月月姐姐我猜 很多好奇宝宝最期待的应该就是 拿鸭碎钱的时候吧 因为月月姐姐我以前 也是拿鸭碎钱的时候最开心了 而你知道我们为什么会有发鸭碎钱的习惯呢 这是因为古时候认为小朋友比较容易受到惊吓 所以在过年的时候 发鸭碎钱给小朋友 希望可以让小朋友辟邪 保佑你们平安长大 就慢慢成为了互相给红包 祝贺彼此的习俗哦 那么说到鸭碎钱的时候 要记得说些些哦 要说新年快乐 另外在初一 也就是除夕的隔天大年初一 我们也是从大年初一才正式换到下一个生肖 如果是信仰民间习俗的家庭呢 通常在大年初一的时候也会拜拜祈福 希望在新的一年好运加倍哦 那么好奇宝宝 虽然我们的春节只有放到大年初五 不过实际上传统的新年 要一直到元月十五号 元宵结果后才算是新年的结束哦 当然我知道好奇宝宝们都还在放寒酱呢 那么月月姐姐就在这里 先来祝大家新年快乐 恭喜发财 奇幻故事屋 我们下回见